狮子会今天前往高龄化的瑞芳区爪风里 办理糖尿病预防讲座 也赞助了里内长者共餐的费用 希望透过社区关怀带给长辈预防保健的观念 让大家生活更健康 狮子会撮合卫生所前来做糖尿病预防宣导 爪风里名积极举手发问 大家在用餐前一同学习平甩工促进身体循环 狮子会此次前来 便是希望将健康带给爪风里的居民们 让饮法族的大家重拾活力 今天是我们三个月 来办这个糖尿病的酸豆 来帮我们这些努力 也有带我们赞助 给我们吃饭 今天是含围新宿 结合办这个健康讲座 糖尿病预防 这是非常好 这我们未来都是一些长辈 都是一些士大人 给他们宣导 给他们保佑身体 非常希望 蔡司会比较吃饭 这些一些社会机构 可以来我们这些努力 来给我们关怀 爪风里的共餐 在每周二举行 进行了四年 固定有120多位里民参加 师子会这次爱心赞助 共餐经费 社区居民都感激在心 我们这班师子会 今天来到爪风里 做社会服务 因为第一个是做 预防糖尿病的讲座 因为现在的文明病比较多 老人家这样子 也不知道有预防糖尿病的概念 所以六号士子会今天 把这个讲座当做一个主题 来让老人家 熟悉这个预防糖尿病的概念 最主要是说 深入社区 跟社区结合在一起 希望把这个预防糖尿病的活动 做得更好 更尽善尽美 透过共餐让长者们走出家门一同互动 并配合糖尿病讲座 让长辈懂得如何为自己 为家人预防疾病 师子会期盼 透过更多的社会服务 让地方的需要得到事实的帮助 达成社会正义的理念 记者夏浩文 瑞芳采访报导 并访问